他课本的39页 课本要先看39 因为这课在上的东西是国家 所以我必须先上国家的部分 39页的上面 好不好 看一下第1个怎么练 台湾 或者是 不行 要勒 把这个勒圈起来 为什么要勒 因为它其实是几个字的 缩写 所以这个勒呢 邀请你把老师全部抄上去 就比第2要高分的 R是Republic O是O 那因为呢 介细子啊 在英文里面啦 我们不会特别给它大写 可是因为它是缩写 没办法 所以我们不能R大写 O小写 C大写 没有 所以三个月季大写了 所以ROC 是Republic China 的缩写 可是一定要记得这个了 这个了就不能省 因为你们再来就会看到好多个国家 有的要加勒 有的不用 那个没有加勒就不对了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的国 什么是在我们国籍上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叫我们Chinese Taipei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地理关系 历史的原因 那也不用刻意去强调 我刚真的觉得不用刻意去强调 好来第1个 第2个呢 叫做怎么念 The USA 好为什么要勒 把这个了 一样请你圈起来 这个了的原因呢 一样 它是三个字的缩写 第1个的了 那个后面的U 是United S 是States 然后 O它就没有特别强调了 有发现吗 刚刚的ROC的O是O 这里没有 然后呢 那个A 是America 不是American 是America 因为American是美国人 American 才是美国 所以要请你在旁边写一个等于 好了吗 The USA 这么多的字 有时候 我们不会写这么多 第1个 我们会写等于 The US 没有A 因为几乎都知道了 第3个 等于一个字 一个字 The US是两种 等于一个字 就是America 单独 一个字 那不要无敌 America 没有 就是 The USA 等于 The US 就是不可以写 America 而且我们也不会念 Love 约母义前面 就是我们念 没有The America 就America 一个字而已 这是39年的第2个国家 美国 好了没 最近呢 像昨天 美国跟中国 就已经开始在 贸易大战 然后美国就说 他们一定会 然后中国觉得 美国在霸凌 所以这就是国际上的一个 弱弱强词 第3个单字 一样 要把那个Love 吹起来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要得知道的 其实为什么要得 对 那个 UK是哪两个字的书写 第1个的U 查查看 有那一句 K Kingdom 对 Kingdom 所以他其实权柄 很长 因为其实英国是英格兰 苏格兰跟威尔斯 虽然他们英格兰跟苏格兰去 前年他们有在投票 他们可能要投欧啦 然后他们觉得 英格兰是一个苏格兰是一个 因为历年来英格兰跟苏格兰 的确 至少我知道的朋友 英格兰跟苏格兰他们的人 是不太那么合的 那么合的 所以权力 其实是 The United Kingdom 因为爱尔兰 因为爱尔兰 不过如果你真的没有 这个UK 这个United Kingdom 其实就够了 The United Kingdom 其实大部分 就知道 我们倒不会这么细分 倒不会这么说 The United Kingdom 跟那个 Northern Ireland 没有 但不至于 The UK OK啊 那你觉得 英国 如果刚刚走 USA 等于 America 对不对 那如果硬要写 The UK 的英国 的哪个国家 知道吗 我们如果勉强要写 我们可能就会写 英格兰 E-N-G-L-A-N-D 不过还是要知道 它还是大部分 因为这个来源是属于大部分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叫 France OK吗 你们下定法国还是法国 法国好 那就是一些法国 这个还好 这不必要讲什么 下一个 哪个国家 印度的印度 OK 再下一个叫 Japan 哪个国家 台湾人最爱去的国家 日本 你做 好 那我们准备咯 你要请你呢 把它打勾 影片就好了 B Listen and Check 1 Are you from Japan? Yes, I am 2 2 Where are the cooks from? They are from the UK 3 3 Are the computers from the USA? No They are from Taiwan The F-I-E-T 好 自体感 我们承受自体感 工逼打出来 来 第一题 Are you from Japan? Yes, I am 所以答案成 上面 第二个 Where are the cooks from? 台湾提醒你 Cook 这个字 它不可以加一 但 应该说 它加了一 不是做那个 都做的人 厨师 叫做Cooks 厨具呢 Cooker 所以第二题答案成 上面 第三题 No They are from Taiwan 上面 OK 答案 自己看 都是 上面 一天五颗 那对了 就自己加速写 合理 开心一下 好了 最后呢 最终是要进到 40页 就是这一颗在上的居形了 那这颗的居形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学的 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个国家 多了一个年纪 所以还是跟司机有关 还是火车头 司机 乘客 那因为你们的那个作业本里面已经讲到数字了吗 来 复习一下 28 说 28 39 13 30 30 30 15 50 50 50 那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去念 记住哦 13到19 字尾都有什么 TEN 有没有 TEN 所有人都会叫他们Teenager 就是你们就是Teenager 因为你们是13到19的青少年 那因为你们年纪大 还是小 小嘛 你们年轻啊 所以在念的时候 记得是 13 14 15 你们要坑坑有利的那种 可是到30就算中年 40也算中年 80就是老年了 所以在念的时候就是 13 40 15 到19 就是他们的唯一 不像13到19要怎么走 所以在念的时候 你要自己记得你是年轻人 请你念的那个力气要大一点 想OK吗 好来 那我们就看第1个句 请你朝力气上去 到时候我们再来补 好来第1个 把那个how old两个字算起来 how old呢 中文怎么翻 多老 对 其实是多老 应该翻多老了 那可是呢 我要请你们写的笔记是这个 how的后面 我们其实要接的 一定是形容词 所以年纪多大 叫做how old 你多高呢 how tall 对不对 所以 有多少 叫 how old how much 或者是how many 也就是how这个字的后面呢 我们会接的 大部分都是形容词 都是形容词 没问题 好 那第2个打个星号 那how跟你们到五国三号 会选到是另外一个 才会去跟他一名 化者搭配的 就不一样了 化者搭配的呢 就不会是形容词 化者搭配的 一定是 名词 所以今天几月几号 怎么说 what day 对不对 现在几点 what time 现在的那个季节 what season 有发现吗 所以化者跟how的差别在哪里 how是接形容词 化者是接名词 这个你们到的罗三的时候 我们会把单位去全部 一起做呼吸 可是理庄要分清 他只是靠你好的话 你要分得清楚 那how old的后面 一样 这三个字 写个司机 这个没问题吧 OK啦 那后面的 其实是 我这种 我只是司机 半圈前面用路而已 所以我这种 司机 乘客 这个跟我们第1课第2课学到的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再次的巨型 我稍微改了一点点 我把巨型改掉了 所以这里是火车头 这里是司机 后面的是什么 乘客 只是再次的乘客 你有发现吗 刚好那天有人在问我一句话 我觉得这过程非常棒 因为我先讲 请问你哦 如果你们家的第1只狗 他就10岁了 就1岁而已 1岁呢 应该是 what years old 还是what year old year要不要加s 我要问你就是这个 觉得要不要加s 为什么不用 对 在英文里面叫 单数 单数需不需要加s 不用 所以你帮我写s 然后 打叉叉 对 我要提醒你就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我在问的时候 how old 其实我已经知道 你在问我年纪了 那年纪在回答的时候 那个几岁 这个是岁的 years old 其实我们大部分 都是省略掉的 因为这个很明显 我就是在回答你 我几岁 绝对不是问你几个男朋友 几个几本书 几个人 都不是 所以这个years old 是不是罪呀 你就直接这样写 哇 其实没关系 没有写也没关系 那考试的时候 你就看他 有没有要你写 有你就写 你如果觉得你会评错 我们稍先少错 因为 为了自己的分数着想 因为英文的加权 真的还蛮高的 不要自以为是 到时候写错了 多写多错 你会恶死了 好了吗 好 再来呢 邀请你 你有立可 你有那个便利贴的 你就用便利贴 因为我要顺便罢 这里只有当99 可是你现在会不会活到100岁 会呀 你知道你们 因为我们 我们之前看可以研究报道 其实我们人 医学 已经从树干 树脂 找到了一种DNA 那种DNA如果未来研发成功 就是诸生到人体里面去 或者是他刚起形成胚胎的时候 就加进去的话 我们未来的人的年龄 是150岁 150 那你就想 哇 150岁你要干嘛 这个就要看你 因为 如果你在50岁的时候 讲生动物安息自己的身体 每天都半夜 趴起来 玩手机 然后上课 大瞌睡 然后每天日夜跌倒 那个肝肝可能就爆肝 那你不用你可能50岁你肝化 你可能就中风 你可能就躺在那里 你可能剩下的100年就是躺在一个床上 然后看着你的老板 因为你怎么都能懂 100年你可以去想象那个花 很痛 好了 所以我要写的 开始就要请你写 我这样子写 假设你就像我拿一张纸出来 你自己写 我们呢 在英文里面 我自从学了英文之后啊 其实我的那个数字 我再也不会念了 因为以前我都年各自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十一百一千一兆十三百兆千兆 这样子会 再来这种 金好 那你们会 九十二十五 十五好 来这样子写 如果有一天 那一天哪一天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你有这么多的钱 有这么多的钱 对有人说那可以 对 我先写给大家 在英文里面 我们呢 都是三个一个单位 三个一个单位啊 假设 这么多 请问你翻成中文给我听 这多少 一千兆 一千兆 我就那么快来 我未 我就开始来各自百千万 对不对 很英文不一样 来先把我脑位置写上去 然后先写个一 关键来了 他一定是由右 由右边 到左边 一定要这样子哦 右到左 他不从左到右 因为我们的中文的话 我们是四个一个单位 我们是从左边到右边 对不对 英文是右到左 再来 二 他是三个数字一个单位 三个数字一个动号 你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没关系 我当他写给你 就知道三个数字 就会一个动号 三个数字一个动号 然后我们基本的单位 就这五个 可是现在梅雨多了一个 那个霸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基本再会笨 只有这五个 好 第1个动号 第1个动号叫做 多少 就是欠 就是欠 这个你等一下就不要在火这个状况是什么 这个我还会 再来我就不会了 第2个呢 叫做 Million 这个我也会 百万 好了 第3个 有人知道吗 Billion 第4个呢 AE不错 我有听到答案了 Tillion 好 最后一个 有人知道吗 我就说有一天如果你有这个钱 国财民可能都没有这个钱 可是这个是真的有啦 只是因为就是这几年才新的单字 就是你没有用也没关系 其实我们本来都是有12个零 我今天给你15个零 是因为这到后来 没有再多了 因为在英文里面这个Z 就是五线大 所以这个叫Zillion 那你不会用在钱啦 Zillion这种东西 而且他也很少用在这地方 是因为 像光米 距离 我为你是乘以10的几次方 我们不会写成这样一个序字 因为它不好表现 所以 准备了 再来就要开始请你去写 随便写几个数字 假设 假设 我们用多一点来写 那再来第3个呢 你要打个信号 另外一个单位 我刚刚不是说有5个单位吗 Golden Billion Tillion Zillion 多额外的一个单位是 Hundred 可是Hundred这个字呢 它是两个零 Hundred 是两个零 这是唯一一个 它是两个零的 剩下都是三个一个单位 三个一个单位 两个零 我零全大一点好了 不是欧 这是零 好 那再来 我再换下一页 我再换下一页 不用 你可以用看着就好了 假设 假设 你的木头里面 现在 现在 有这样 请问这多少钱 因为我们都是四个一个单位 四个就是什么 万 所以这有多少 十万 可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中文讲十万 英文要怎么样 由右 道路 三个一个动号 所以来 一 二 三 中间就一个动号 对不对 这里就一个动号了 不过这里怎么念 一百 所以它就是 one hundred 先念一百 先把一百念完 可是再来那个动号 你要念 它叫one hundred 早日 对 所以它的中文是什么 四十百千万 十万啊 对啊 真是十万啊 没错吧 十万啊 可是英文里面没有十 英文它是三个动号 三个一个动号 像我们这样啊 把它写第二个 不会的人就要操容 因为明天我就要靠近数字了 你要把它写成英文 因为段考 我们学校中考 一律不写阿拉伯数字 你到时候考试不要拿阿拉伯数字 来跟我要分数 因为我有跟你讲 考试一律都是用英文 考试你只要写阿拉伯数字 那个是没有分数的 即使上面它跟你讲 它没有特别描述 你还是一律要用英文写 好了没 好来假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八九零 请问你 中文是多少 十八千万 不用 再一次 因为我刚刚讲 一定是有用 倒数 几个一个单位 三个 好来 第一个动号 三个 第二个动号 三个 第三个动号 三个 好 那我这里的第三个动号 刚刚你们抄的第三个单位是什么 Billion 对不对 所以这是Billion 所以它会怎么念 就先念 One Billion 再来就是234 所以就是 234 Billion 再来 567 567 1000 最后 890 890 对 你也可以念 800 and 90 就是最后的两个数字中间可以加个and 好 难吗 到目前为止难吗 因为基本就是念 费那五个单位就可以了 当然没有人活这么老吧 所以这一课我在学的是年纪 可是我觉得 书边 因为未来你还是会学到 OK 这样两个就好了 来 第三个 不用写了 不用写 因为这个你们比较不会 其实在电脑里面 它就是1跟0 真的它就是1跟0 这里多少 三个一个动号吗 它是一个原则 三个 一个动号 对不对 三个 一个动号 三个 一个动号 三个 一个动号 好 等一下 再多几个好了 不行 这样不行 再多一个 这个 1号 1 这样 所以这里多少 来试试看 one trillion 110 100 这个 这个多少 110 billion 再来 000 都不用念 因为这里没有嘛 所以这个就不用念了 因为它都是0 可是这里有 10 1000 101 叫 100 101 所以只要它中间是0的 我们就不用去念那个基本单位 这样会吗 这样会了 因为我刚好讲到那个数字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这里 虽然知道99 可是我顺便把数字 所有的那个 念榜 写榜 都写给你 所以其实1000 有一天如果你活到1000是最希望 请问1000怎么说 由右 到左 三个 一个动号 所以第1个 1 1000 可是你知道现在啊 美国人啊 他们不见得念1 怎么念啊 我刚刚不是说还有一个单位是两个0的 对 它是10 100 所以请你写上去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用法吧 所以 至少你在看影集的时候 它是讲什么的 乍天之效 才不懂 因为如果未来你拿去靠去名语解 多一 有时候他不见都会念1000 他们念10 那你至少要听得 10100 我知道1000 知道这样 就可以了 好了 那就来试试看了 所以这一刻呢 然后在上的东西是问你的眼睛 所以来第1个 怎么念 问人家的眼睛 1 Jeter 19 对 所以第1个 How old is Jeter He is 19 years old 有听到吗 再一次 答案是 How old 然后he is 19 years old 没错 那这个he ps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这个he ps 是什么的缩写 He is 中文怎么翻 他 是 那他的怎么说 怎么批 HIS 对 那你说 他不是1 ps 就是那个的 例外要记住 我们是人比 人比 一匹 s 才是德 人比 一匹 s 的时候 这个一匹 s 叫做德 当然也可以是是啦 可是不是每个一匹 s 的中文都翻成德 好 第二题 再一次 问人家年纪 怎么问 2 Gary's sisters 20 How old are Gary's sisters They are 20 years old How old 然后呢 为什么 是 R 对把这个字圈起来 因为两个人的司机 我们不找意思 两个人的司机 我们找谁 R 而且在这里 下一页有提醒你答案 有发现吗 因为司机你是R 你不会他才是R啊 那两个人的代理词 叫做累 那回答 起序 叫做T You're so 可能是双胞胎 我们两个一起问 可以 Years old 你约要加一次哦 好 我们看隔壁咯 隔壁的部分呢 第三题 几个人 两个人 So how old is 还是 how old are 好 好 来试试看 3 Ron and Carrie 54 How old are Ron and Carrie They are 54 years old 一律要变成英文 不可以写 好啦 我选一次 好 再来 下面 那这个呢 我们要评型的呢 就是问 刚刚是问年纪 到了这里呢 就是问这个人 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Where are you from 你知道这句里面都写什么吗 叫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有人说对啊 I come from 台湾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吗 帮我这句唱上去 我跟你说为什么不行 上次我有提啦 帮有人认真听到 因为有可能只听到双臂生臂什么的 这样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是错的 这句子里面 绝对不能犯一个不得了的错 这个不得了的错呢 叫做双臂 不是生臂 脑袋不要想到 有人开始那个眼睛啊 那个头上啊 帮我光 你知道吗 然后回答 也不会是 I come from 因为在英文里面 绝对不能犯的错 叫做双臂 所谓的双臂 就是我们不会 两个动词 不能两个动词 那怎么办 两个方法 我要请你们写正确的 两个挑一个用就好 第一种 你喜欢r还是喜欢抗 好 你喜欢抗 那我们就把r剃掉 你喜欢抗哦 那就请你把r牺牲掉 那请你写do 因为它是动词 抗这个字是动词 因为来嘛 用到的脚 它就是动词咯 动词如果要比一文句 请你找助动词 因为助动词顾米之义 它是帮助动词的 所以可以跟动词去出现 那也因为你句子里面没有 如果句里面没有r 你的回答就必须把什么字去掉 m去掉 对 两个方式 所以第一种 你喜欢抗 就where do you come from 那I come from 台湾 第二种 我不要抗 我不要抗 我换第一个 第二个颜色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 绿色好了 来 如果你不要胖 那当然我就留r咯 对不对 所以叫where are you from 那回答的时候就是 I am from 所以我用绿色的 就是这样 所以它有两种论法 就是永远不要这样 I am come from 然后很多外国记者来讨论台湾的大学生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不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一定讲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where do you come from 可是我们台湾的学生 I am come from 我每次早听到这句话都觉得很丢烈 因为虽然外国人不是这么的计较 可是基本的 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不应该做 好 所以第一个 讲没有问题了 where 这个字 画到下一条 这里 换一个恶心的颜色 怎么起 放回来 超可怕 好 然后这些军事里面本来就有from 对不对 所以这个from 从不可以省 不行啊 他也是乘客啊 乘客本来就留着了 这样没问题吧 好来那我们就试试看哦 第一题问你从哪来的 怎么说 where are you from 回答 一个而已 所以只能贴一个字 怎么反面一个字 I 贴M 对那念的时候就按 from Canada 对加拿大 好来第二题 J.K. Rowling 哪一个国家的人知道吗 2.J.K. Rowling where is J.K. Rowling from she is from the UK 好 应该两个 对的 UK 如果真的作为一个字 好吧 勉强写英格 应该还是有人 可以接受 3.Bryant and James where are Bryant and James from they're from the USA 难吗 到目前为止难吗 不难哦 好了那我按针